大家好 在今天傍晚5點以後 開始到晚上這段時間 在花蓮的受風到封濱 甚至花蓮東部的外海 已經有超過了40次以上的 這種地震發生了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是 地震沒有辦法預報 地震只能側報 所以要做好防震的知識 跟防震的準備 尤其在這幾天的話 以東半部地區的地震的能量釋放 來說相對的比較偏多 所以如果你是行使花東海岸線公路 蘇花公路還有中橫路段這些 都要特別小心 我是提醒當地的居民 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飄雨的關係 土方已經非常的鬆動 再加上地震之後 就非常容易有貪方的現象出現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了 從今天的累積到現在 我把一個比較能量大的一個地震 來拉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注意到這個地震時間 是在6點50分的時候發生的 它的整個規模的部分是到5.7 規模還滿大的 主要的震度來說 是在花蓮這邊有在4級到3級 台北這邊是2級到1級 差不多台北都在1級 西半部地區在2級 南部地區的恆春半島是5桿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整體來說 這個地震的能量的釋放來說 在東半部地區來說 從今天晚上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我這張圖表的拉制之下 你可以看到非常明顯 都一直有一些餘震的發生 而且整個能量波的釋放 都已經到了晚上的時候 都持續有在發生當中 要提醒大家 就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是已在花蓮這邊的整個能量釋放 是比較明顯的狀況 平常你就要做好防震的準備 10秒鐘的時間 你要知道你自己 該往哪個方向躲避是最安全的 要切記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的整個能量釋放 目前是以東半部地區為主 所以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好 接著來講天氣了 天氣的狀況來說要注意 注意什麼 要帶雨傘 因為最重要會下雨 雨的部分來說 最主要就在於 雲層進入的時候 就有局部的陣雨或雷雨的現象 不過這個雨的部分 真正要明顯還是要等到 5月中到6月中旬以後 到6月上旬這段時間的 梅雨封面的結構會比較完整 但是整個到了禮拜三的時候 伴隨著北方的高壓難移 所以北部的溫度略降了 降雨狀況到週三晚上要少了 週四的白天的時候 雲層再減少 週四的晚上雨再增多 禮拜五的伴隨有陣雨的狀況 禮拜六也會有局部的陣雨或雷雨 這個雨不是一直下 是雲層進來的時候 有時候雨會比較大 比較急一些 接著到了禮拜天晚上降雨減少 星期一封面要遠離 但到了下禮拜二封面又再度接近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點沒雨的味道開始出現 可是整個降水狀況的比較明顯 我們要看從印度洋到孟加拉灣 一直輸送過來的長城輸送水氣 會不會夠多 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水氣的發展量來說 還沒有到那麼多 但是要特別注意是雷雨區 震風會比較大 還有山區部分會有濃霧的現象 我們從這張色調強化的雲圖 來看一下 先來注意到 風面帶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風面 在台灣北方海面 風前吹著西南風 把水氣帶進了陸地 而有局部的陣雨出現 可是來 注意 廣東到廣西 有零星的水氣 但水氣的整個建構跟發展 並沒有非常的完整 這也就告訴大家說 長城輸送的季風水氣 並沒有明顯的輸送過來 而有一些零星的對流雲層 發展以後進入到台灣的上空 所以未來幾天都是這樣的狀況 馬祖跟金門伴隨著 就會有起霧的現象 所以在馬祖金門的朋友要注意 我們用幾個時間點來看 第一個 高壓東移了 東北風吹進來了 時間點在禮拜三的時候 到了禮拜四 高壓已經走掉了 這個風面帶開始在往北抬升 變成另外一道風面 而這道風面 禮拜五的時候又再度接近 所以在週四的時候 風面沒接近 週五風面再接近 禮拜天風面走了 到了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這是下週一 下週一的時候 另外一個風面系統 就逐漸的再形成 下週二的時候 封面雲帶再到達台灣的上空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每個幾天封面一道系統通過 這就是一個春天接近夏天的 一個標準的系統的走向 接著我們來看什麼 看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溫度 在晚上的溫度狀況來說是舒適的 白天的感覺有點悶熱 戶外活動記得要多補充水分 雨區部分行車要特別注意安全 山區的部分都會有濃霧的現象 南部地區仍然中午是悶熱 可是有零星降雨 到了東半部地區 是花蓮以北有雨 特別注意 在地震過後的 許多地方的落石容易出現 外島地區要注意的是 夜晚起霧的狀況會比較明顯 未來一個禮拜都可以看到 預報上都有些降雨的狀況 不過外島地區都會有 局部霧的現象 小丁寧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雨區行車要注意安全 山區有霧 視線差 行車不安全